射出簽署文件 美国加州矽谷重镇 古国迪诺的台裔市长蒲仲晨 最近和新北市长侯友宜连线 共同签署双城友好倡议备忘录 有很多好事可以发生 我们有这种谈论 我真的看见它是一个赢赢的选择 如果我们对这种谈论 是正确的 未来新北市将选拔优秀技职学生赴美学习 从教育搭桥发展更多交流 新北市和古博迪诺的缘分八年前就开始 当时有热心侨胞牵线 连结新北和旧金山湾区多个学校结尾姐妹校 也培育台裔青年担任英语志工 美国成长的这些ABC的孩子 他们在新北市的孩子身上 找到了回家的那条路 所以until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希望在这个新的台美的 这个倡议当中 我们有一个新的契机 两国能够就是突破一个外交的瓶颈 用一个人民的力量 人民互相的交流的方法 能够有更密切的两国人民的关系 两地多年来密切的民间互动 促成官方签署双城友好倡议备忘录 仪式上 侨领当地教育界官员 和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长赖明奇 也一同出席 见证新的合作开始 舍母 按证新的合作